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十一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花生米不一样的新吃法 新脆爽口,简腻又简馋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 首先准备适量花生米,把它倒入大碗中 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洗过的花生米不容易红,颜色也好看 把水倒掉 再加入清水,多清洗两遍 洗净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漏盆中 控干水分 然后准备姜和大蒜 切成片 切好之后,装入网中 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两个青辣椒条 把它切成小圆圈 切好之后,装入网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洋葱 把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冷锅冷油 倒入洗干净的花生米 记住不能用烫油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米外皮容易糊不脆 开中小火慢炸 在炸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拌 使每一粒花生米受热均匀 随着油温升高 出现这种密集的小泡 能听见滴滴答答的声音 说明就已经熟了 看看,色泽诱人 然后控油捞出来 放到吸油纸上 把花生米的油脂吸出来 然后撒上几滴白酒 这样使花生米更加酥脆 把它翻拌一下 然后把它倒入碗中 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锅中浇50克白糖 一勺盐 100毫升橙醋 50毫升香醋 20毫升生抽 一勺蚝油 开大火不停地搅拌烧开 搅拌至白糖和盐融化 烧开后转小火 搅拌至汤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 放在一旁给它放凉 然后将切好的姜蒜片倒入花生米中 辣椒圈也倒进去 洋葱丁也倒进去 再把放凉的醋汁倒进去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给它泡3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吃了 像这样 老醋花生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醋泡花生 吃起来酸甜可口 简腻又简馋 越吃越想吃 味道超级美味 这样做的花生米 吃起来酥脆可口 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好吃 用它来下饭下酒 招待客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